里內志工幫忙整理紙元寶 力求每件共品都要完美上桌 因为这是一年一度的普渡祭祀 要招待十方友情众生 心意最重要 大同区老师里还特别做了一座七层浮屠 利用回收纸箱和LED灯 仿效古代宫廷建筑 妇科庄严佛塔 以领众生往生极乐 我们实际上的折纸量是一般 这么样大厂的这个普渡会场 我们大概减量95%的这些质量 所以对环保是有帮助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做民主习俗 我们进鬼神的时候 那我们也可以来做到环保 普渡祭祀少不了纸莲花和纸工艺 老师里过去做过法船双塔柱 手艺一年比一年创新 用纸数量却是逐年递减 因为里内一直在推动环保 里长许公民每年都在想 如何用更少的纸展现最大诚意 耗着志工们集思广益 则出令人惊艳的旨意作品 以往正品的LED灯把它拆卸下来 再回收再利用 然后把它摆在里半 所以晚上过去里面实际上都这样调一眼 实际上是还蛮好玩的 我们有做过这个货柜轮 我们有做过镂空的这些双柱 这些实际上都是用巧思的方式来呈现 拜拜则指响应环保 同时也能是艺术创作 幅度前一个月 以办公处变成展览馆 里面经过都会停下脚步 欣赏片刻 就像是期待每年灯会的主灯一样 不知道明年普度又会有什么新花样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